大家好,现在社会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,失眠,多梦,入睡困难等等等等,开始成为了越来越普遍的问题了。 因为睡不好觉呀,而导致了一整天精神不振,焦虑不安,甚至引发各种疾病。 为了享受一个好的睡眠,安睡枕,褪黑素等产品,起床上升,但收效甚微。 醒过来的时候,甚至感觉浑身沉重,还不如不睡。 那今天呢,我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流传至今的道家睡功,让我们享受睡觉,在睡觉中练功,养生。 好,话不多说,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。 首先,第一个功法是侧卧式,名叫吉祥卧,由我们道家著名的睡仙、成团、老祖所创。 好,大家看我的动作。 那由于心脏在左侧,所以采用右侧卧的方式才是最正确的。 好,那我们躺在床上,或者像我一样躺在瑜伽垫上。 咱们右臂弯曲,把手垫在脸下。 具体怎么放呢?大家看。 我们右手虎口张开,手心垫在面部下方,耳朵呢,放在咱们大拇指和食指空开的地方,让耳朵流空。 然后咱们右腿蜷缩,左腿自然伸直,就像这样。 好,然后咱们左手自然放在我们的臀部,像这样。 就是我们极想握的姿势了。 那我们都知道,婴儿在子宫的时候,就是这样蜷缩的姿势入睡。 那随着我们长大,姿势逐渐张开。 你看是不是就这样了? 好,那在做这个姿势的时候呢,还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,我跟大家讲一下。 首先,咱们躺下的时候,枕头一定要选取高度适中,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。 你看,如果枕头过高的话,咱们的头部就像这样抬了起来,过低的话,头部就陷了进去。 大家都能看到,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,咱们的颈椎呀,都是弯曲的,那肯定是不好的。 其次,咱们在枕着头部的时候,这个手肘呀,不要伸出去,咱们收回来。 手肘呢,咱们抵在胸前。 因为当你的手肘收回来的时候呀,咱们这个肩胛骨是松开的状态。 这样,当我们睡醒的时候,肩膀才是很轻松的状态,不会说是越来越单年。 好,那做好咱们姿势呢,咱们闭上眼睛,慢慢放松。 这样很容易进入睡眠状态,整夜无梦。 第二天醒来后啊,也是精神抖擞。 其实呀,咱们看吉祥卧这个姿势,能够流传至今也是很有科学依据的。 首先右侧卧,这样侧卧的方式不压迫心脏,可以减轻心脏负担。 有利于咱们养心抬血。 其次,右卧的时候,咱们每个脏服都关闭了,相当于全身都在睡觉中得到了休息。 自然能够充足养好精神。 最后,咱们腿部弯曲。 你看,咱们采用了这个姿势入睡,也是全身形成了弓形。 气息自然就汇聚了丹田措。 目逐了我们气血不流失,很容易保持正念。 不妄想,尤其不喜一遇。 精神牢固,精气不遗漏。 对于咱们男士来说,能够起到顾胜还阳的作用。 另外,从中医角度来讲,右手脱右耳,右掌心为火,助水。 二者形成水火季节。 在人体中形成了心脏相交。 久而久之,就有养心滋胜的功效了。 好,那学会了我们吉祥卧的姿势。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另外一个仰卧的姿势,叫混远卧。 那做混远卧之前,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开化的动作。 第一个,咱们坐在床上或者瑜伽垫上,双脚脚心并拢。 好,咱们双手抓握两脚,控制腿部的姿势。 然后呢,咱们身体慢慢的往下压。 下压时呼气,起身时吸气。 好,再来一次。 咱们这样下压的时候,是不是感受到了胯部被拉伸到了? 那这个动作呢,咱们不是说你必须压到最下面什么的。 咱是量力而行,主要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胯部进行一个有效的拉伸即可。 压上五到六次就可以了。 然后第二个开化的动作呢,还是一条腿的弯曲。 另一条伸直。 双手呢,咱们按在伸直这条腿的膝盖前。 好,双手慢慢往下压。 同样还是下压时呼气,起身时吸气。 简单压五到六次就行了。 一条腿做完呢,咱们换另外一条腿。 咱们每次下压动作就会让胯部打开一点。 好,做完之后呢,咱们再来换院卧的动作。 我们还是两脚心相对。 然后慢慢的身体往后倒。 这样呢,仰卧在咱们的床上。 好,然后双脚呢,还是依旧合拢。 双腿自然外展。 尽量呢,让咱们的膝盖和小腿靠近地面。 然后让两脚心相对形成一个完整的环形。 像这样。 那咱们脚后跟呢,也是按照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,靠近会音。 那有的人可能坐不过来。 那也没关系。 咱们远一点也是可以的。 好,接下来呢,咱们双手重叠。 整在脑后。 一只手手掌呢,覆盖在我们的头顶摆会穴的位置上。 另外一只手呢,自然垫在咱们这只手的下边了。 就这样。 好,那这就是咱们的会员卧的姿势了。 这个姿势呢,不仅能够放松咱们的头部。 还能够促进全身气血的循环,延伸至肾筋。 其实对于补肾也是很大的帮助了。 那补肾的好处自然不说了。 所以咱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,都是可以来学习一下这个动作的。 好,那做这个姿势之后呢,咱们可以保持身体放松。 闭上眼睛,慢慢的入睡。 那刚开始做混远卧的时候呢,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它有点难。 别说入睡了,保持都有点困难。 那其实是没有关系的。 咱们根据自己的条件,循序渐进的即可。 那其实混远卧的姿势呢,可以有效的缓解咱们肌肉紧张。 所以咱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呀,不说这个姿势入睡。 就把这个姿势作为入睡前的一个小锻炼。 坚持上10到20分钟左右,然后再休息5到10分钟。 再做一次。 之后你再说入睡。 其实你就会发现呀,你睡眠状态会比你不做的时候好上很多。 那坚持之后,其实咱们渐渐的就能保持着睡觉了。 那入睡后姿势变了也没关系。 因为咱们做这个姿势呀,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放松身体,快速入睡。 那咱们能够睡着自然是更好的。 好,那到这里呢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朋友们发现呀, 咱们这个混远卧的姿势好像和家里的宝宝入睡的姿势有点像。 那确实是这样的,混远卧又被称为泰尔式的睡姿。 现代人啊,咱们压力都是比较大的。 有时候追求什么入睡产品,其实还不如挡过来看看学着心生婴儿的样子。 放下心神,重新看看咱们的世界。 赞看第一个吉祥我,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,也就和我们道家常说的大到从简的道理。 好,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大家都学会了吗?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收藏,我们下期再会啦!